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中国 我是郝一博 去年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中国十大丑建筑 那最近我发现有不少国内外的媒体 都报道中国的山寨建筑 所以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下面是我们的排名 首先是第十名 重庆美权22世纪 这项建案除了被控抄袭英国设计师Zaha Hadid 在北京设计的旺京SOHO外 令人吃惊的是 这个山寨建筑的施工进度 竟然比正牌的快 比旺京SOHO更早完工 同时建商的态度也非常强硬 甚至刊登了从未抄只想抄的广告 反击山寨的说法 第九名 山寨小镇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邓丽君美妙歌声的影响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中国人特别喜欢小城带给人的小清心 可是有些人表达的方式好像怪怪的 除了照片里这种欧洲风格的建筑 或是山寨威尼斯水城外 还有建商在广东郊区 直接山寨了奥地利的Hausstadt 这座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小镇 有世界最美充装的美誉 同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原版的非常美 山寨版的销售情形如何呢? 从新闻报道来看 好像不太好 第八名 山寨城堡 除了小镇外 中国也有一些走城堡风的山寨建筑 这个看起来很像德国新天鹅堡的建筑 其实是大连最近要开幕的一家高级酒店 至于这个北京拉菲特城堡酒店 则是copy了法国十七世纪时建立的拉菲特城堡 第七名 山寨伦敦塔桥 咦?这不是我的故乡吗? 我走近一点看看 什么?上面有卖咖啡的 写的是中文 这不是我的家 这不是我的家 开玩笑的 这座山寨伦敦塔桥来自苏州 虽然外观蛮像 不过苏州版和正牌的最大差别是 它没有办法升起两边的桥墩 让船只通过 除了山寨英国的桥 包括法国的桥 澳洲的桥 在中国都可以看到山寨版提到澳洲 雪梨歌剧院可以说是当地最有名的景点之一 当然在中国也被山寨了 第六名 山寨巴黎 法国是很多女生心目中最浪漫的国家 如果能住在巴黎太好了 如果住在巴黎的帅哥们都会讲中文 那就更好了 没有遗憾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中国又建商在浙江盖了一座天都城 里面山寨了法国的巴黎铁塔等等 不过根据媒体报道 这个建案又是中国一起入住率相当低的鬼城案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这个浪漫的喷泉旁边 根本没有什么会说中文的法国帅哥 只有这个孤单小弟在傻笑 接着来到前五名 第五名 山寨意大利 澳门的渔人码头 出现了没有Gladiator的罗马竞技场 另外上海这个山寨比萨鞋塔的技术 就比较差一点了 大家看看它还吊着钢丝呢 第四名 山寨俄罗斯 我觉得偶尔出现一些俄罗斯风轻的房子 没有问题 不过哪位老爷可以出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一个政府的机关 要盖成克里姆林宫的样子 第三名 山寨美国 山寨白宫和国会大厦的中共政府机关 我们以前和大家介绍过 最近又出现了一栋山寨的国会大厦 里面是不是很多人穿着西装在办公室啊 什么 是厕所 除了山寨美国的政府机关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美国有名的地标出现在中国 大家看看这个著名的Melt Rushmore 被山寨到头哭出来了 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 上海把华尔街最有名的地标 铜牛也弄了一只到中国来 因为它是向原作者定制的 所以不能说是山寨 第二名 山寨哈利波特 大家可能看过 张家界山寨阿凡达的照片 虽然感觉不太舒服 不过还可以理解 因为传闻说 当初阿凡达的场景就是取材自张家界 那同样红遍全球的哈利波特 在中国除了有山寨小说外 河北美术学院甚至直接盖了一栋Hogwarts 不过大家别太惊讶 既然日本都说中共是亚洲的佛地魔了 那天朝的老百姓想培养出 几个哈利波特制制佛地魔 也是很正常的 好的 来到第一名 山寨埃及 是的 我们评选出的第一名 就是前阵子直接被埃及告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山寨版师生人面 尽管河北的有关单位解释山寨版 是用来拍戏用的 拍完就会拆除 但这种行为还是让全球媒体感到相当傻眼 除了河北的山寨版埃及雕像外 武汉的一所职业学院也出现了埃及金字塔风格的建筑 同样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排名 其实除了山寨外国建筑 中国也有一些建筑就地取材 山寨起了自己的兄弟 比如说山寨的万里城城 山寨的世博中国馆 山寨的天坛或北京天安门等等 大家觉得如何? 有机会你们会去参观这些山寨建筑吗?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其他有趣的山寨建筑 或是中国大陆的朋友们想上诉 也欢迎你们提供老外山寨中国建筑的照片给我们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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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